看見什麼事了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7月13日出席拉票活動時 現場傳出幾下槍聲 特朗普說自己的右耳被子彈擊中 但賓夕法尼亞州的警方則說 他不是被子彈擊中 而是被玻璃碎片擊中 據稱這些碎片是來自被子彈擊中的提示器 而事件被定義為暗殺未遂 特朗普的情況安全 消息指他已經出院 在事件中 一名出席集會人士死亡 兩人受傷 槍手被擊斃 當局稱槍手是8人 在會場附近的大樓樓頂連開8槍 而網上也流傳了槍手服屍樓頂 和警方想去處理的畫面 現任總統拜登說 美國沒有可供暴力蠟燭之地 而他的所有競選活動已經取消 競選廣告發布也叫停 競選廣告發布也叫停 開車 競選廣告發布也叫停 耐用 長時間 這次 你 好 看